上街神戶勝利船已打入聯賽前五名為目標 大試抗軍 不過自從前鋒的李安道蒙迪拉鎖骨骨折之後 球隊就跌入谷底了 首循環面對三指的升班馬 即是獲得一和兩副的成績 及後再受到不少主力球而受傷患的影響 結果只能以第十名跌速球櫃 未能達標 所以令監督的重填號亦被開除 今屆有重心人物 大狗寶嘉仁轉匯得甲的和夫師堡 和李安道蒙迪拉鎖頭大阪飛腳 令神戶勝利船必須進行大補充 首先邀請到巴西球會法林明高的教練執教 簽入兩名巴西籍外援之餘 亦引入我那巴和樹 和在薩爾師堡回流的公本行政 務求在前、中、後三方面都有足夠的人腳 在這麼貴的賽事裡爭逐各項錶